三级防疫警戒期间有媒体调查了 为解封之后民众最想要去的地方 调查发现花莲鲤鱼潭风景区是全国民众第四名想要去的地方 张怀文议员为了协助当地的观光业者 在解封之后能够有效地进行防疫措施 特别拜会了纵管处的鲤鱼潭管理站处 了解管理单位是否能够协助业者进行相关的防疫措施 三级防疫将届满两个月 而各地民众都相当期盼能够解封 就媒体调查解封后民众最想去的景点 花莲鲤鱼潭全国排名第四 先议员张怀文服务处主任林品昂 村长张清飞特地拜访鲤鱼潭管理站 了解目前是否有相关的防疫配套措施 这梦想的鲤鱼潭排名第四 都是我们有些观光游客最喜欢来的地方 因为鲤鱼潭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景点 不过我们蛮担心的就是解封以后的配套措施 那如何控管让这个疫情不要再燃烧下去 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希望花东重骨 它主管这个我们慈南村的礼仪坛 我们请花东重骨能够有个配套措施 像防务的设备或者说协助店家商家 我们把这些措施做得更好 重管处理鱼潭管理站主任蔡薇平表示 目前防疫措施都会依照中央防疫中心等级来进行防疫 并且也会协助在地业者制作实名制QR Code表单 让防疫措施可以更落实 如果是三级微解封的话 我们还是维持目前的管制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的停车场 环弹步道 水域 这个环境都是封闭 那如果游客来 我们都会用广播的方式 或者是寻查 劝离 只是说未来 如果它的管制方式是降级 就是不再是三级管制的时候 就整个景区的部分 我们也会做一个总量的 融流量的管制 在地业者表示 游客来到鲤鱼潭旅游 当然相当开心 不过没有做好防疫的把关 一旦把病毒再一次带入观光景点 将会形成更严重的二度伤害 当然希望 我希望说可以正常运作 但是华英设施设备做好来 我们也比较不会怕 游客安全 我们自己也安全 109年鲤鱼潭风景特定区 7月8月游客量可达到25万人 一旦中央疫情防疫中心 开放国家风景区 势必会涌入大批的游客 新政院也证实 全国三级警戒将从7月12号 再延长到26号 但是部分管制将松绑 包括户外的部分 国家公园 国家风景区 户外农场将有条件松绑 但是各级政府得视防疫需求适度调整 业者相当高兴 但也担忧疫情的流窜造成二度伤害 还是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予实际上的作为 才能够让业者与游客有安全的游戏空间 记者林杰 双方箱采访报道